创世纪第二十九章 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圆处 雅各对牧人说 弟兄们 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说 我们是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说 拿贺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 我们认识 雅各说 他平安吗 他们说 平安 看哪 他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 雅各说 日头还高 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 你们不如印羊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 我们不能 必等羊群聚集 人把石头转离井口 才可印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 因为那些羊 是他目放的 雅各看见 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 和母舅拉班的羊群 就上前把石头 转离井口 印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 与拉结亲嘴 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结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是利百家的儿子 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 就跑去迎接 抱着他与他亲嘴 领他到自己的家 雅各将一切的情由 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 你虽是我的骨肉 岂可白白的服侍我 请告诉我 你要什么为公嫁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丽雅 小的名叫拉结 丽雅的眼睛没有神器 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结 就说 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 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 我把它给你 胜赐给别人 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结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 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沿席 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 拉班将女儿丽雅送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西帕给女儿丽雅做使女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 丽雅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 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先把小女儿给人 在我们这地方 没有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满了丽雅的七日 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将婢女婢拉 给女儿拉结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结同房 并且爱拉结 胜似爱丽雅 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丽雅失宠 就是她生育 拉结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生子 就给她起名叫刘便 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因而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叫西缅 就是听见的意思 她又怀孕生子 起名叫立位 就是联合的意思 说 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她必与我联合 她又怀孕生子 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 就是赞美的意思 这才停了 这才停了声誉 这才停了声誉 请不吝点赞美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美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美的意思